最近马来西亚成了歌星争先恐后开演唱会的热门地点 继林自祥之后 方大同Timeless大马演唱会2010 将于5月29号在马来西亚的云顶云星剧场举行 这是RMB及灵魂乐创作人方大同首次来马开唱 为了配合这次的演唱会 方大同来马来西亚展开宣传活动 方大同来到了吉隆坡 为即将来马开唱出席唯一一场歌迷见面会 粉丝们尖叫连连 并多次称赞带着经典黑矿眼镜的方大同长得帅 倒让这个男主角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方大同的Timeless巡会演唱会 从去年开跑至今来到大马站 很有感触 而且这是我来表演的第一次 就正式表演的第一次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短暂的颁奖舞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最不一样的就是 又是一个部门的观众 方大同透露演唱会现场 暂时还没有点歌的项目 但会有急性的东西 中间是有一些急性的东西 所以我会跟观众聊聊天 届时演唱会现场气氛够热烈 可能会来一点舞步 因为我可能会有小动 长得一点也不胖的方大同 谈到保持苗条和皮肤保养的秘诀 他幽默地说 基因很重要 歌迷建民会自然少不了签名的步骤 以张张的post 机械式地摆到方大同的面前 虽然签名让他签到手软 可是脸上一直挂着笑容